上禮拜是先畫一個嘛 所以我繪製一個單一個淡水的 比如說淡水的部分 先把它繪製過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底下全部在繪製的話 那可以大概找出一些規則吧 本來是放在B2這個儲存格的坐標位置 然後寬的話一樣是10乘以10 高的話一樣乘以14 乘以14 那只是差別這個寬度跟高度一樣 差別就是說把這個坐標換到下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相差就是從2到17相差這個15嘛 所以呢 假設你希望第一次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就不要加15 第二次的話加15的1倍 再往下的話乘以2倍 一次的一堆乘以3倍 有沒有一直到最下面 所以上禮拜的話 我們大概把這個圖畫出來的話 就是再把它增加一個迴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二屬列 因為一般坎作向下 剛好就第二... 應該是26 這可能改一下 應該到26 總共應該是 25個資料 那底下的話多增加一個什麼 k 那這個k的話 就是預設值等於2 因為我們從第二列開始 b2嘛 所以它的列 第二列 後面的話是根據什麼 i這個數字去變更 那第一次的話是15的0倍 所以就把i減掉 那第二次的話是這個15的1倍 所以當i等於3的時候能到1倍 2倍、3倍 剛好就會利用後面的部分去加這個15的幾倍 這個方式的話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當然如果你有更簡單的方法 歡迎你可以 你可以去改成別的方法都可以 或者可以再提供給我 看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這是我想出來的一個 我蠻喜歡 程式裡面多個k 因為多個k的話 簡單又明白 然後很多事情很快就解決了 有沒有 然後在後面的話再串一個什麼 k的這個變數串在後面 那只是串的方法 可能你們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BBA裡面串接的方法就是 因為本來是b2 因為我們要把k放在後面 所以andk 這個敘述法 比較難的部分應該在這裡 如果把這個後面 這個裡面的話是source data 來源部分 它本來一定是a1到m1 然後第二個範圍是a2到m2 那第一個範圍應該都不會變 月份 會變的話呢 可能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所以後面這個會變的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那就是am2 i原來是等於2 一直到m2 那後面的話是a2到m3 a4到m4 所以這個後面會變 所以中間其實主要是串一個什麼 i的變數 跟後面串一個i的變數 讓它可以去變換它的source data 然後底下的話也是一樣 把它的那個title變更 它的名稱 這個地方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其他都沒改 所以做完之後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就是淡水 安部 中間一定是間隔一個空白列 台北一直到底下 最下面應該是無期吧 應該是到藍雨 日月潭 無期 對沒錯 如果要把它刪掉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之前講過的 就是ActiveShoot 目前工作表的那個chart objects 這個裡面的圖表物件 都幫我全部把它刪掉 這樣就全部刪光 OK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最後講到這裡 如果你細節部分假設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那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程式 或者是說你可以參考一下那個什麼 上個禮拜的影片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再做一個變化 因為如果你直接把這個圖表 畫在目前的這個位置 感覺當然已經有那個效果出來了 但是我們現在希望說 這些圖表可不可以把它繪製到另外一張表 另外一張工作表 也許待會請各位另外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做全省氣溫的圖表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圖表部分 把它繪製過去的話 那這個應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底下的話呢 需要再把它做一個變化 這邊我多增加一個 就是把P次全省氣溫的這個程式 後面我加了一個名稱 有兩個概念可能一定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概念就是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 第二個概念的話呢 是要用物件的方式 去儲存你的這個 比如說你的chart 你的那個圖表 再把它放過去 否則的話呢 你沒辦法跨工作表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要跨工作表的話 當然第一個哦 請各位自行增加一個這個工作表 第二個的話呢 我run一下給各位看 我把它刪除了 刪除就這個 OK刪掉 那我先切到這邊哦 那它的好處是說 資新的速度比較快 因為它不用在這邊繪製 它很快就畫完了 有沒有 一個兩個 總共的話 一樣是從淡水 幫我繪製到 底下的話 應該是到無期吧 OK 無期 欸 欸 台東 少一個 哇 我不知道 應該是這個回圈 應該是到26才對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這個圖給繪製過來 我再執行一下 你看台東 欸 無期就出來了 OK 那至於哦 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地方繪製完成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總共會有幾個細節 稍微變更一下 第一個的話哦 我這裡面的程式哦 實際上是直接拿什麼 拿上面這一段複製過來的 那總共複製哪些來 我大概改一次來給各位看一下哦 第一個哦 我把這一段哦 程式 待會你也許你們就把這一段 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但是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一 請你把這個 批次全省氣溫哦 來寫完之後哦 把它複製一個到下方 那第二個的話呢哦 回圈範圍其實都一樣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第26列 第26列 然後呢 底下部分其實都一樣 可是呢 只要你看到 只要有關什麼呢 工作表物件哦 那你會發現底下的程式哦 他用的是叫Active sheet 意思說哦 Active應該顧名思義嘛 目前活動的 意思就是說嘛 反正就有點像一個相對位置 哎 目前的工作表 那是哪一個 就這一個啦 OK 目前的嘛 所以如果你將來 游標不放在這裡 你放在其他位置 變成 目前的工作表 就不會是這一個 OK 可是問題來了哦 我將來要放 那個圖的話哦 是要放在這一個哦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Active sheet 改成這一個 改成這一個哦 所以哦 這邊第一個 你可能要學會什麼 如何指定另外一個工作表的名稱哦 那特別注意哦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請你把Active去掉 接下來的話哦 請你把這個工作表後面加S啦 因為等於是一個什麼 工作表的集合啊 就是全部哦 S的話指的是這些哦 那我要指的是哪一個 你把它刮弧 跟他講說你是哪一個 你會發現啊 這邊是1 2 3 4 當然你可以輸入4 他就知道哦 第四個嘛 可是這個問題哦 如果你用這個Active的 第幾個的話哦 有個缺點就是你位置如果 假設前面哦 又多了 插入其他工作表 那就 程式就壞掉了 所以比較保險的做法哦 就是怎麼樣呢 跟這樣 應該這個應該是第五才對 我要把它放在這裡 那這應該是五才對哦 那 如果你要放在這裡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叫他名稱 他名稱叫全省氣溫的圖表 哦 那我就 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打在這個瓜糊裡面 並且前後加上雙引號 貼上就可以了 哎 跟他講說哦 我要畫一個圖哦 畫在哪裡呢 畫在這一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第一個哦 把圖畫在這裡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哦 如果按F8好了 哎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哦 這個地方應該有 其實我應該把這個先刪掉一下哦 我先把這個剛剛的 刪除是這個 把它先刪掉 我們衝刪一下 這裡面應該是空的哦 那如果說我要把那個資料跑過去 第一個哦 把ActiveShoot 改成那個Shoot的名稱 所以第一個 放過去哦 OK 那你會發現 切過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呢 應該會幫你畫一個空白的一個 有點像一個 這個叫Shape 這個空白的一個圖 圖框吧 OK 那裡面的話還沒有放那個什麼呢 放那個它的圖表 所以 後面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要再加那個圖表 所以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 後面有個 Active Active 不過你會發現哦 你如果這個時候你把按F8的話 它會過 但是問題來了 往下走 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哦 你會發現哦 因為我們把 這邊沒有任何的圖 有沒有圖表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哦 我們現在已經把那一張圖哦 畫在這個工作表裡面了 所以哦 它目前這個Active Chart應該是指的是這個裡面的才對 可是問題哦 我現在是用ActiveChart 所以哦 你會發現它沒辦法指向 這個工作表 Active指的是目前工作表裡面的哦 那目前工作表就是這個工作表裡面 並沒有任何的圖表 所以哦 如果你要讓它變正確的話哦 可能哦 要學會呢 如何把這個產生的圖表哦 變成一個物件 所以哦 特別注意哦 這邊要改哪個地方哦 剛剛第一個改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更改的這個東西 這個 繪製圖表的動作哦 把繪製出來的這個圖框哦 建立一個物件 把它變物件 建物件的方法哦 特別是在VPA裡面叫Set 所以這個把它停掉 他問你要不要 後面的話記得哦 在城市的前面加一個Set 然後名稱的話也叫CEO吧 隨便取個名稱 CEO等於 那再來的話哦 哎這個哦 上下兩行好像這少一個 空格底線哦 OK 剛好漏掉這個這個底線 上下兩行要放 再來的話呢 還有這點Slace把它刪掉 因為我們現在呢 並不是用滑鼠點它 所以呢 不會有點Slace的動作 把它delete掉 OK 這個很重要哦 點Slace把它delete掉 所以也就是說哦 請你在開頭的地方 增加一個 把這個圖框產生的這個 這個物件哦 就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物件的變數 名稱叫做CEO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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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在記憶體裡面哦 OK 叫做CEO OK 記得把點Slace把它拿掉 第二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 Active這個動作有沒有 本來是Active那個 圖表物件哦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CEO 點就可以了 意思說 我現在那個圖表哦 它現在並不是放在我現在的 這工作表裡面 而是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哦 放哪一個工作表呢 就是放在這個物件裡面的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哦 利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就可以存取得到哦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所以我這邊哦 重點就是跨工作表 加上利用物件 去存取這個 這個圖表物件哦 OK 好 那其他的話 就應該 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改完哦 我們看一下 Oper OK 執行一下 理論上呢 我就可以存取得到它 然後CEO裡面是不是可以變更它的Source 這個Data 你會發現底下 切過來看一下 這個就有了 有沒有 OK 然後其他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把它全部執行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個每一個 就繪製過來了 OK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跟上個禮拜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大概會有幾個啦 就是 上個禮拜的是把它繪製到同一張工作表裡面 那今天的話是繪製到不同工作表 所以不同工作表很重要 因為以後哦 你在做很多的 資料這個分析處理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放在不同的 像資料歸資料嘛 圖表歸圖表嘛 有沒有 這樣可以把它分開 不然的話 你資料 跟圖放在一起 有的時候會被蓋掉 OK哦 那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它繪製過去哦 所以特別注意跨工作表 第一個哦 請你把什麼呢 把本來叫ActiveShoot 改成叫什麼呢 哪個Shoot 這第一個要改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 這一個產生的這個物件 這個Shoot物件 把它介入一個什麼 一個物件名稱 用SET 等於 後面會多一個點Slate 這個要把它刪掉 這第二步 就是把它SET一個 第三步的話 就是把原來叫ActiveChart 就不能用Active 所以你會發現 你如果要把它跨工作表 就不能用Active 反正你看到Active就這樣 把它改成不是Active就對了 然後呢把它改成物件 所以物件 物件就是在這一個 shape裡面的 有沒有圖表 就OK了 所以哦 這個是第三 把Active 這個Chart 改成什麼 C O.Chart 第三個 改完就OK了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邊就RUN出來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把它刪除的話 刪除如果你用 之前講過的那個刪除圖 就是ActiveShoot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你刪的話 你會發現刪不到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呢 在目前的ActiveShoot裡面 根本沒有任何圖表 所以怎麼改 一樣嘛 把這個複製貼到底下 把Active一樣 ActiveShoot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工作表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看到ActiveShoot 就把它改成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也就是我最後希望看到結果是這樣 就是RUN的時候 不要在這個表上 而在這個表 看到結果 然後呢 我希望刪除的話 是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就直接做刪除 那一邊的圖就直接刪除 OK 這邊把它全部刪光光 裡面就空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當然如果你這個做完 你覺得意猶未盡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現在 把這個放過來之後 好像這邊也還蠻空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不是 假的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試試看 是不是可以把它 做成一個Dashboard 就是 意標板嘛 可以這邊再鋪 再放一個 有沒有 然後這邊再放一個 等於是說我現在是 1到25 那現在的話可以 1到3 有沒有 然後呢 到4到6 有沒有 4到6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用這個規則 把它做 這個怎麼樣 放置我的圖的話 這個要怎麼改 其實也許可以 各位想想看 畫面再畫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假如說你 這段相對比較難一點點 不過細節注意到 應該就OK 那我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的 第幾頁 我看應該 我好像有放上去吧 應該是在 第 全省 P字全省氣溫 改成就是 改為跨 工作表 跟物件 的部分 是在 第13頁的地方 OK 其實主要就改剛剛講的 1 2 另外有個地方 點slate這個很蠻重要 因為同學常常就忽略 那個點slate 不要把它刪掉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點slate 後面這個地方 一定要把它刪除 試試看 就是 把那個 如何把全省氣溫 P字產生 這個圖的部分 改成就是 跨工作表 換到另外一張 工作表裡面顯示 好 製作單 沒有 沒有